中文字幕 finans. Produk DEE 嘿嘿 一片声声声 trad点 欢迎来到 子风车绘本故事剧场 我是月亮先生 我是史多瑞叔叔 女人花搖移在紅塵中 女人花 很好聽耶 謝謝 等一下 可是你唱這個歌 跟我們這個繪本故事有什麼相關的 因為今天是要講女人的故事 女人花 不是 女人花我知道啊 可是這個故事就是叫女人花嗎 當然不是啊 今年的故事叫做 女人島 好 阿美族人住在台灣東部的海邊 他們耕田捕魚快樂的生活 傳說啊 很久以前有一個叫馬賽奇的男人 Massage 不是 他是馬賽奇 不可以嘲笑人家的名字 傳說很久以前有一個叫馬賽奇的男人 Massage 不是 你剛剛就不是已經說了不要嘲笑別人的名字 Massage啊 英文名字 他沒有英文名字 他就算有也是阿美族語 喔 對 他叫馬賽奇 喔 被你搞亂 傳說很久以前有一個叫馬賽奇的男人 不是 馬賽奇你看我被你搞混了 不是 就跟你說你不要嘲笑人家的名字嘛 他沒有 他不是按摩的 對對他不是按摩 好不好 傳說很久以前有一個叫馬賽奇的男人 對 是村子裡面最棒的按摩師 不是 不是按摩師傅 他是漁夫 他是村子裡面最棒的漁夫 對 不要嘲笑人家的名字啦 有一天呢 他和平常一樣 好 馬賽奇的太太和兒子 送他出海去捕魚 馬賽奇的太太 馬賽奇的太太和兒子啊 你剛剛又說馬賽奇的太太 對不起 不要嘲笑人家的名字 忽然 一陣大浪翻起 一條小金魚游了過來 後面跟著一隻巨大的大怪魚啊 哇 小金魚受傷了 啪啪啪啪啪 啾啾啾啾啾 叫著求救 大怪魚張開了他的大嘴巴 眼看 就要吞下了小金魚了 這個時候馬賽奇跳了起來 舉起魚槍 向大怪魚的眼睛射了過去 大怪魚 痛得直翻滾 巨大的尾巴 打碎了馬賽奇的足法 沒有了足法的馬賽奇 在海浪中掙扎 他看到原处有一块陆地 他拼命地游上岸 却累地昏了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叽叽喳喳出现了女人的声音 大家快来看 这里有个人跟我们不一样 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男人 我们带他去见女王 马赛奇睁开眼发现 身旁都是拿着武器的女人 他一路被带到了王宫 一路上 半个男人都没有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神力女超人的岛吗 神力女超人全部都女的吗 对啊 是哦 对 见到女王之后 马赛奇以为要被处死了 没有想到女王说话了 这里是女人岛 被当南风吹过女人就会怀孕 但生下来的永远都是女孩 我这边有一颗槟榔 代表我的心意 请你跟我结婚 让我们这个女人岛 以后能有男人 哎呀 马赛奇像捡回一条命一样 答应了 结婚后啊 天天有丰盛的酒食 唱歌跳舞非常的快乐 日子过得很快 到了收割的季节 马赛奇想起了往事 现在家乡 一定在收割准备丰年祭吧 我跟老婆阿丽 就是在丰年祭上面认识的 他给了我一颗槟榔 我们一天比一天要好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我每天出海捕鱼打猎 阿丽照顾小孩还要耕田 事情又多又辛苦 我现在很舒服 但是却没事可做 来到女人岛快一年了 阿丽应该以为我死了吧 但一定很伤心 我的儿子卡邦应该会走路了 原本在我身边的朋友 现在一个也没有 马赛奇天天在海边思念故乡 有一天 他发现远方有一个小岛 他跳进大海向小岛游去 游着游着 到了一个洞口 突然海水震动 没想到从海里冒出了一条大鲸鱼 原来他看到的小岛是 鲸鱼 鲸鱼说 不是 等一下 What's happened to的鲸鱼 不是不是啊 因为鲸鱼你前面就有讲到 鲸鱼急急急的呼救啊 所以他讲话就是 所以刚刚是鲸鱼语啊 你直接帮他翻译好不好 直接帮他翻译 对对对 来 鲸鱼说 你不是救了我的年轻人吗 你不是被怪鱼追杀了小鲸鱼吗 马赛奇把他漂流跟思念加上的事 都告诉了鲸鱼 你为了救我才和鲸鱼分开 那现在换我救你 帮你回故乡 鲸鱼带他到荒岛上 教他做了一艘独木舟 鲸鱼 那我应该怎么谢谢你呢 鲸鱼 你如我平安回家 独木舟快速地向前飘去了 马赛奇终于回家了 村子看起来没什么改变 可是村子里的人 马赛奇都不认得了 他像一个正在捕鱼网的老头打听 请问有个叫阿力的女人 他现在住在哪里啊 你是谁啊 找他干嘛 我是他的丈夫 马赛奇 什么 我是阿力和马赛奇的儿子 卡帮 你不要乱讲话 原来在女人岛上的一年 等于人间的六十年 阿力早就死了 卡帮也老了 马赛奇告诉村人 他历险地经过 同时也教了村人 造独木舟的方法 从此阿美族有了独木舟了 每年马赛奇也遵守约定 在海边放了五只猪 五只鸡 五缸酒 五包槟榔请鲸鱼吃 女人岛的传说 和祭拜鲸鱼的习俗 就这样一代一代流传了下来 好 那女人岛这个故事 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好心会有好报 还有呢 不要乱嘲笑人家的名字 耶 整呢 说不定以后情人节 不只可以送巧克力 还可以送冰狼喔 哦 哦 那我们今天 子风车 绘本故事剧场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们 下次见 拜拜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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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也 嘿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